欢迎收看依依抽奖直播 iPhone 15 MacBook Air 通通抽给你 嗨 大家好 我是仲威 我是何凤 好久不见 我们今天又在12点半中午的时间 来跟大家来一个线上直播的面试 没错 而且今天呢 除了有我们面试过程 还有好的职缺提供给大家之外 还有很棒的抽奖活动 全部都是3C大家非常喜欢的相片 对 但是要先提醒一下 我们除了3C之外 还会送出1000元的全家超商领券 怎么拿呢 怎么拿呢 来答 听说是不是有一个置顶的留言 没错 大家帮我们看一下置顶留言 我们小编应该已经置顶了 有一个问卷连结 大家点进去 帮我们用30秒左右的时间 填一下问卷 你就有可以筹1000元超商领券的资格 我觉得他问卷要写很长很久 没错 没错 我们的就是言简易改 所以这次是1000元 不是像以前100块钱 1000多一个零好不好 1000块几个 1000元有两名抽给大家 可以像话可以在超商买很多东西 就是一个临时富翁吧 我想 准备下午茶的概念 好 那其实我们今天像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除了有这个好礼之外 我们也有这个直播真彩的部分 好礼的部分我是不是要先跟大家说一下呢 没错 来 交给你 来来来 请看请看 请大家给我一下这个奖品的画面哦 好 来我们今天的大奖有这个MacBook Air的13寸 然后我们的iPhone 大家最喜欢的我们这个智慧型手机 而且最新的哦 iPad Air的部分 还有我们的Watch 大家如果像我们一样在运动的时候呢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可以在戴这个手表在做运动的时候呢 连接你的App的部分 还有我们AirPods的部分也是一样 你在运动的时候呢 你的耳机如果音质又特别好 是不是可以跑得更远 然后呢AirPods的三代 以及我们G2000男女 陈套西装 这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你才好介绍一下 你如果是一位社会新鲜人的话 还有或是你现在已经是上班族了 其实它各个年龄层都非常非常适合 我要偷偷跟大家讲 我自己黑色的衬衫就是G2000的 怎么可能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帮大家确认一下 诶 我跟你讲 诶 真的是诶 而且他们家的衣服耐穿修身又好看 所以呢 如果说你现在呢 还在准备寻找你的 最适合你的衬衫或西装的话呢 非常适合到G2000来做选购 我们今天也会抽出来给大家送到大家 然后当然就是我们的全家的1000块钱的兑换券 没错 好 刚才呢 何峰帮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奖品 那要怎么样可以参加 会不会很困难呢 不会 马上跟大家讲非常简单 来 首先呢 就是完成我们一一会员活动报名 这个活动要去哪里报名呢 你上网搜寻联合孝珍 打关键字就可以了 打关键字你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的联合孝珍官网上面呢 就有个线上抽奖活动 你只要动动手指点选参加活动 就可以了 你就有资格了 对 非常的简单 那接下来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 每一次直播都会抽出当月的奖项 有346个人了 346人记得写问卷哦 没错 没错 你就问是346个人分之二好不好 对 好 没错 所以呢我们就会抽出当月的得奖名单 然后提醒大家 记得在24小时之内回到我们的活动网站上面 去跟我们的小编回报你的个人资讯 就可以把大奖带回家 就是你今天抽中了 我们今天抽中你 记得在明天中午之前 赶快来联络我们的小编 这样才有机会哦 后面还有怎么样领奖呢 好重要 没错 领奖的时候呢 要回传你的身份资料 还有劳报单 那另外我们也会提醒大家 虽然你没有得奖可能会觉得有点懊悔 但没有关系 今天没有中 怎么办 对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直播 每一场我们一样都会抽出这么棒的奖项 我只要填一次的这个申请的资格 我就可以在之后每一次的直播真材里面 都有抽奖的机会 没错 你只要点选一次活动参加 你每一次都有抽奖机会哦 而且为了维持这个公平性 所以每一个会员只有一次得奖机会 所以不会有重复得奖的状况发生 大家不用担心 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既然都知道怎么样这个抽奖 以及怎么样有这个得奖的资格 然后怎么样领奖之后呢 我们今天真的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对 马上我们的重头戏 得意假法要来咯 对 我们先热情掌声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 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执行长 我们欢迎他 中日升中指行长 好 那我们要不要先请执行长入座 对不对 我们大家坐着聊天这样 感觉也比较轻松 好 那我也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的得意假法 其实在我们国际知名假法专家执行长的带领之下 其实得意假法已经有将近30年的历史了 而且现在全台湾有17间的职营门市 哇 32年了 但执行长看起来大概就30几岁啊 可能两岁的时候就创立了 就没事了 对 而且我要讲 因为最近有一家新开的门市 在金华的对面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我前几天就经过的时候 赫然发现怎么有一家新的店在这 很想走进去 对我就嘱咐 然后我就抬头一看 就是得意假法 一家新的门市大家可以去看看 在旧金华城的对面 对对对 很容易就找到 对所以执行长 怎么样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得意假法 哦 当然得意假法嘛 假意假就以假法的 我们的专门店比较特殊 就是我们以专业式的顾问行销来做销售 就是在门市里面呢 我们都以设计师让所有客户进门来 可以用很欢乐的心情去做体验 当然我们门市都很 很欢迎 又轻松又温馨 度员之物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网牌可以去做造型的页 blame 网美枪 那其實在我們門司裡面 都不用擔心 就是跟大家玩在一起 然後大家找到最好的造型 以前大家可能會覺得走進去好像 心裡覺得怪怪的 或是會不會覺得人家 以為我沒頭髮還是什麼 但其實現在完全不是 現在不會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它就是一個造型一個搭配 一個時尚配件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在設計門司的時候 我們都以明亮啊 那個燈光啊 讓客戶進來感覺很舒服的感覺 這一定要提一下前一陣子新聞 我們台灣最美歐巴桑美鳳姐 也被拍到 簡直是逆齡啊 看起來跟韓團女星一樣 是不是就是帶了得意大化 我看到美鳳姐的兩個造型 非常非常的自然又好看又時尚 其實美鳳那個造型 其實他自己在拍之前也有掙扎 他說 鍾老闆你真的要讓我帶這個髮型出去嗎 他自己有掙扎 我鼓勵了他一下 美鳳姐如果準備好了 我希望你改變一下 讓大家覺得髮型是可以改變的 而且根本不用擔心 因為你們幫他設計出來的 真的是引起一個話題 因為實在太時尚太好看了 大家都在討論說 因為有其實之前美鳳姐 他就常常都會有一些假髮造型 但是呢 常常變換的情況下 大家都想說 其實看得出來 但是因為美鳳姐那兩點 實在是太自然了 我就會想說 美鳳姐什麼時候髮量這麼多 這麼漂亮 而且很有彈性感 因為他有一個是大波浪的 印象非常深刻 美鳳姐這大概三十幾年了 因為以前就認識他 所以他這幾十年來的髮型 其實都在用假髮上去 對 他很依賴他了 而且他好親切 我覺得找他當代言人是對的 他很會用 他很會用 他用的造型 本身自己很會戴假髮 他自己的一部分那種感覺 已經融入自己的日常 對 是我們很稱職的代言人 而且現在很棒的是 因為他們的店呢 就是你從門口的櫥窗 你就可以看到店裡面 你進去你就會有一種 我好像在逛精品店的那種感覺 對 你這個講法我聽得很開心 這是我們的想法 這是我們設計的想法 根本就不用擔心什麼 你知道現在走進去 我就是一副 就是逛街 我就是要去買精品的那種概念 而且現在在假髮這個放在家裡面呢 其實你的一些像是清洗跟保診 你像我們會跟大家講 那你在選購的時候呢 其實也有一些美感 我覺得我們要不要稍微透露一下 我們在選這個假髮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呢 其實選假髮 其實也不用太 我覺得我後來歸納一下 也不用太去想太多 你只要戴上去 叫人來就好 然後你看到鏡子看裡面的自己 你覺得好看那就是好看 沒錯 對 你覺得不好看 那就我們換下一頂去試 試到好看為止就可以了 總之在問說 欸那我們的假髮來源呢 是我知道你們有鑽石針法對不對 鑽石擠的 那個是我們的很 很高端的一個 那是我們核心的一個 核心價值的一個產品 因為現在的真的 頭髮都做得非常非常的自然 當然也有真法來源 然後還有一些是非常科技的 對 其實我覺得沒有一種產品是不好的 只要我們用得其所 就你在用你適合這個 比如說你可能是你要每天要用的 可能我們要挑選的材質 可能每天要適合比較好用一點 如果你偶爾才想要拍個照的 那我們就找那種產品 所以產品裡面有分很多種 那也沒有什麼好跟不好 適合就好 所以其實我們的店內的設計師呢 會詢問一下你的生活的習慣對不對 比方說你是開車還是騎車上班 對 然後呢你的工作是哪個性質 室長時間在外面 室內室外 而且科技法其實是有一個好處是 它是比較可以保持彈性 因為我們自己的頭髮常常都會很扁搭 早上出門吹得很漂亮 很好看 但是下午的時候已經黏在臉上了 我超怕變了條碼頭 這個科技法在這幾年裡面很盛行 就剛剛兩位主持人講的特點 那就是不用擔心變換 不用擔心髮型變了 然後在忙碌的生活上 就隨手一代就成型了 而且我們知道現在你知道AI世代 我們得以假髮也有AI對不對 真的假的 對我們用 我們抱持的科技融入傳產的觀念 然後我們三用科技 在材料啊 還有我們的APP 還有我們的AR世代 就看客戶還沒有進來之前 就可以先做一個髮型的世代 然後我們是戴上去的喔 不是P圖是戴上去的 以後都不用講那個傳產 你們是時尚產業 是精品產業 其實我們還是一個傳統的產業 那我們要善用科技 帶來給我們的一個便利 對 好沒錯 我們剛前面聊了很多得以假髮 他們可能現在的產品啊 還有他們現在的服務 已經進步到什麼程度 接下來大家應該會很好奇 我們今天的重點就是 得以假髮現在到底有什麼樣的職缺呢 我們要請執行長幫我們介紹一下啦 黃金職缺 沒錯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在 我們以往都做得比較深 那我們現在希望做寬一點 就是說我們希望 可能在很快的時間 我們要再擴增門店 所以說在門市呢 我們要求都是髮型設計師的背景 那只要你是髮型師的背景 然後你真的有愛頭髮 對服務呢 對服務這一塊產業呢 有喜安 有熱忍 對 對 對 那你可能 一直在幫人家剪頭髮 久了 你可能也會有點膩 但是他現在很特別的是 因為你的假髮設計完之後 是需要做一些修剪跟美感的 所以我們這個職缺非常非常特殊 就是你要有這個美髮的設計的一個背景在 但是呢 你又愛跟頭髮這個造型產業有關的 對 然後來這邊的時候呢 我個人覺得啊 會比在那個幫人家弄頭髮的店裡面 稍微再輕鬆一點 因為那個照 他們要川流不息的在那邊 剪髮洗髮 比笑起來是啦 對 因為沒有牽涉到洗髮這一塊 就是在做小負面休息 那這個環境比較舒服 對 你沒有一直聞到那個燃機的味道 那我們還是會給予很 一段很長時間的教育 所以是怎麼樣去配飾 然後讓客戶可以享受比較好的產品 所以這個軟實力是很重要 所以他們 髮型設計進來之後呢 會再學另外一層很深的技術 就假髮配飾 假髮造型 假髮設計 假髮休閒 然後還會認識假髮的一個原理等等 然後才可以幫客戶配飾得很好 那我們會不會都會建議這些消費者 就是在你訂購完整個做完設計 回去之後呢 要常常要再來回來保養對不對 這件事情很重要 延長它的使用 其實在每一個頭髮的購買之後 在我們市場說的就是說 購買之後才是服務的開始 所以一個好的髮型 其實是應該買完之後 或是訂做完之後 再回來幾趟 好好在門市裡面跟設立室再溝通 因為你是長生活上面 你覺得他在生活上面 有沒有什麼地方你是覺得要更好的 那我們就再慢慢調整 調整到一個非常適合你的髮型 那如果完成之後就會 感覺是像你自己的一樣 就會戴得很舒服 自己身體的一部分 對已經融入自己了 基本上我們的客群 大概我們現在設定大概70% 會跟著我們一輩子一起設定 你知道定期回來找設計師聊聊天的概念 對 做成一個鄰居有沒有 而且假髮絕對不是買完就走就好 它必須假髮 我身體來說它是一個很有使命力的產品 你必須要給它你的東西 它才會給你你要的東西 所以要一個時間磨合一下 對 它已經塑造成精品 精品假髮的概念 對沒錯 但接下來我覺得不免俗還是要幫想要求職的人問一下 所以像這樣的職缺 它的待遇薪資當然是在什麼樣呢 像我們在以往 其實我們30年前我們就有 近來就有4萬塊以上的 30年前就有4萬 對 太激動了 我們現在先去投递一下 我剛創業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也是設計師 我覺得說 我們應該給你比較好的一個心思 那我也沒有覺得它多好 只是一個中等 那 但後續呢我們就要再加了 除了現在 當然現在的4萬跟以前的4萬不一樣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 基本上我們會有4萬5以上 那是一個保障 而且福利更好 但是如果在德意 在我們公司裡面 如果是一個月只零5萬是比較少一點 是少一點的 基本上都會超過蠻多的 哇塞 就是工作沒那麼認真的人 可能就是零5萬 就說 莊惠正約領多少 5萬 不是 其實我們必須給你時間 比如說他剛來 像我們比較嚴格 像他可能是法律師 是來可能前三年 尤其是前一年一個階段 第三年一個階段 第一年裡面還在摸索 還在摸索 他沒辦法做很多事情 那可以幫得上嗎 那我們讓他進來 讓他覺得說 對這個產業是有興趣的 我們會領他進來 這一年完成之後 他就另外一個城市 他就會更好 累積了經驗 薪水也跟著 水漲船高 設計師又升級了 沒錯沒錯 沒錯 這制度非常好 基本上所以 這樣的制度 所以我們的流動力都非常低 我們幾乎沒有什麼流動力 那真的是幸福器 我們在爭彩都是因為要 擴電 擴電 要準備 所以今天這個職缺 非常非常難得 就是他們平常 因為流動力已經夠低了 還有職缺可以讓你進來 表示他真的是 積極擴電當中 但我們小編有問題 是 剛剛有兩三個人在問說 他們說什麼 運動的時候會不會掉 因為剛剛講安全帽 對 比方說我去跑馬拉松的時候 我會不會變成是下後面的人的頭髮了 所以其實那個問題 很多人這樣問 但是你戴的時候 你就覺得他不是問題 根本不會 因為我們在每一個場合裡面 可以每一個場合有不同的戴法 像我剛剛有講 有些在舞台上面跳舞 他可能會翻滾的 他都不會掉 連翻滾都可以 那是不同的戴法去用 但如果平常 像平常我們只要做個造型 就不需要 當然 但戴法都有不同的戴法 所以掉 學問很深 不用擔心掉的事情 他不是只是一頂做設計好戴上去 他其實會有 針對不同的情況 對 因為你不同的活動 對 等一下一定有人會問一個問題 更嚴重一點 是什麼 幾乎都會碰到 剛剛支柱會不會掉吧 什麼颱風等會不會掉 另外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 我覺得他蠻嚴肅的 喔 那時常會有人問 我可以先回答一下 就是說 有的人 地中海型的 然後他裡面有一個夾子 對不對 他怕出海關 會叫 出國 出海關 會不會 會 會會叫 對 這個他們最擔心 永遠都有人這樣問 但我三十幾年的從業經驗 沒叫過 我聽他們跟我講 都是沒有叫過 對 都是沒有叫過 沒這個問題 至少現在沒有 這三十幾年我聽客戶的回饋是沒有的 是沒這個問題的 對耶 這個問題 完全沒有想到 對沒有想到 會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你要像局部的人要過 因為那個門所以也要 所以不會 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這個問題 對 所以我剛剛講過啦 我剛剛講過說假法是說 我們使用者給予他多少的薪 那就會虧虧你多少的薪 根本不用擔心 其實沒有那些擔心 沒有你跟我的問題 對 沒有你跟我的問題 對 沒錯 好 真的很棒耶 好 剛才聽執行長這邊介紹了我們的職缺 還有薪資 接下來大家一定想得好奇 福利是不是 沒錯 我們有一支驚人的福利 我們來看看這支影片 福利就在影片中喔 好 半人終日聲強調服務流程 及顧客需求的重要性 讓顧客滿意 員工有成就感 公司創造利潤與同仁們分享 形成一個正循環金三角 建立以金三角為核心的經營哲學 唸定良好的品牌形象與口碑 得益甲法獲得多項殊榮 包括國際CSR華人公益誠信品牌金船獎 蟬聯1111幸福企業金獎 並強調友善職場 員工福利及企業社會責任 在推動ESG企業永續經營方面 得益甲法積極落實環保 社會責任和員工福利 包括提供舒適減碳補助 代客捐法制工藝單位 以及工廠提供天驕護女工作機會等 同時將甲法傳產融入科技美學 委託狂點軟體共同研發AR虛擬實境 實境甲法互動式體驗 並預計於2023年底推出 得益幸福法力APP 以擴增實境技術 創造虛擬逼真的釋法體驗 滿足顧客美的需求 未來得益甲法將持續致力於 專業技術的精進及創新甲法體驗 並為每位顧客創造更美好 更自信的時刻 您愛以熱情、貼心、專業的態度 為甲法愛用者提供最完善的貼心復活 實現顧客的美麗願望 太棒了吧 沒錯 我剛剛看完影片之後 更想要聽執行獎 幫我們介紹員工福利 員工福利有什麼 除了剛剛的薪資之外 員工福利啊 對 你就配在上面 其實我們也沒有太多突出 一般好的公司應該都有 但是我們團隊介紹獎金 那我要提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並沒有個人的獎金壓力 沒有個機 對 但是就是說 因為我們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是因為我們有信心在每一個小團隊裡面 都可以做出不錯的業績 是我們聯繫起來的 所以我們給予就是 一個基本 剛剛講過 基本業績之外 那我們會加上去 是團隊的技巧獎金 小團隊再大團隊 我們因為我們以 政府企業為目標 所以既然 有這種帽子呢 這不能在客人身上 給予太大的壓力 所以我們都會給一個小團隊的壓力 比如說一個店 可能兩個三個 我們就給他團隊的業績 但基本的收入一定都有 好 第二個是旅遊補助 那旅遊補助 講補助是有時候 我們就會全額補助 那我們還是會 有一個基本的 每一年有基本的之外 那因為現在 今年這兩年比較亂 疫情過後 那個旅遊的價錢 目標都比較亂 比較貴一點 所以我們還在調整 那我們基本的就是 最低的 還有比如說 達成這個團隊 團隊績效呢 更好的話 我們就走更遠 哦 好好喔 比如說我們講說 歐美然後 日本 然後 就更近泰國這樣子 就分等級這樣子 那執行長 對你說全額補助 但會不會八年 十年才出去玩一次 我們也有這樣子 當然就博軍 就一直累積 那我們 就你剛剛問得很好 這好問題啦 所以說 可以 累積很 每年都有嘛 累積險你可以帶先生 小孩 父母出去 但不能 不能帶他朋友 上班養全家的概念 對可以帶 直系家人出去 那不能帶朋友 就是說你這些錢 可以用在家裡的人 帶爸爸媽媽啦 小孩 對 讓家裡感覺說 因為你在這邊工作 那你獲得 真的是一個家庭 對 照顧到整個家庭 那如果 你之前跟我們蠻多項的 兩三年之後 他就帶家裡的人一起出去玩 都是這樣子 而且會不會就是小孩長大 然後也來這邊上班 那我們希望 所以我們 30幾年了 我們每個場合都希望 像我們尾牙或是場合 我們都希望 我們都是很歡迎 同仁 可以帶家人來一起 同樂這樣 來看看這個時場 是不是家人比較放線 對 很棒喔 真的是幸福企業 真心去做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這樣還OK的 火食津貼公開 然後火食津貼公開 我們會提供兩 每天 剛剛那個薪水之外 我們提供兩餐的補助 兩餐 對 因為我們午餐跟晚上一個補助金 那如果 我們現在開始在推 ESG的方向 所以說我們也希望 如果同仁 如果是吃素食的話 我們的補助會稍微高一點 這是一個象徵性的鼓勵 因為外面吃 外面的素食 對價格稍微高一點點 我的想法是說 鼓勵一下 今天就是 減碳嘛對不對 我們沒辦法 我們只能做減碳 這比較簡單的事情 對 然後 在職訓練 在職訓練 當然這個是一個長期的計畫 就是我們會固定的 那比如說 進來前一年 我們該給什麼樣的教育 還有銷售 然後客戶心態 我們怎麼去讓客戶在 我們有90分鐘法則 就是客戶進來 第一次進來試戴頭髮的話 基本上我們希望客戶可以戴90分鐘左右 這樣才能夠體驗 才知道他用的買的產品好不好 所以我們所謂的 退換率會非常的低 是因為我們先做了這個預防 讓客戶好好的試戴髮型 好好的體驗 他覺得好的時候他才購買 對 所以目前我們在線上有AR等等 但我們沒有在線上做銷售 到現在都還沒有 這方面就真的很傳統 對 還是適合到現場來 我還是希望客戶來花一點時間 對 挑一下好產品 然後 他了解一下品質 線上只能買到產品 要買不到服務 對 像我如果在網路上訂了 然後我送來 然後不適合我 或是不知道怎麼戴 然後你還要再問 那你還不如就在現場 直接到現場一次把它做完 而且我們對我們的服務品質 還蠻有信心的 所以我們希望來門市 然後慢慢體驗 然後慢慢溝通 了解客戶的心態 才能夠配置到好的髮型 所以我剛好提到我們就是 專業式的顧問式行銷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彼此了解 然後知道客戶的個性 剛剛你講的 職業等等 那可以配置到更好的髮型 對 好喔 那這麼好的職權 真的 加入得意講法 感覺就是薪水好福利好 還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要很 但會不會是這樣講 然後呢其實 那個執行長在面試的時候 好兇啊 會不會呢 會不會有這種情況發生的 我們就要來實際來 沒錯 我們要現場考核一下嗎 對 實際我們就要請我們的主考官 就我們的主考官的位置 對 沒錯 實際進行我們的一個模擬面試 我們今天安排了一位面試者 沒錯 我們的求職者呢 是能人家商美髮科畢業的蜜亞 然後今天呢 有一點背景 對沒錯 他也有美髮行業相關的工作經驗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時間交給執行長 讓他來進行模擬面試 請 我們現在開始是嗎 是的 來 OK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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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我高時畢業 然後就讀能人家商美容科 那之前也是有在學的時候 有跟學校合作的一些美髮院 美髮院順便實際服務課了 對 然後畢業之後呢 在職場也大概待一年半左右 好嚴肅 好 那 我先請問一下蜜亞 你如果 你來德意假髮做從事假髮的話 你從現場 就是查看你的現場 你如果轉到德意假髮來做的話 你會有 你會有什麼樣的期許跟想法 就對這個工作 你要印證一定有想法 那你會有什麼期許跟想法 我是 本身就對設計有比較一點興趣 那我也是希望說就是 我設計出來的髮型的話 可以適合這個客人 那他也會很喜歡我幫他設計的髮型 對 我的問題呢 然後那個 目標的話就是 就是 我會希望說就是 我到 德意髮型裡面去的話 我可以學會 更專業的一些髮型設計 那可以 讓所有的客人 可以找回他的自信心 不要讓他那麼自卑 因為有些像髮型 就是頭髮他掉落比較多 那就是會因為 我頭髮比較減少 有點脫的狀況 我會比較自卑一點 那會缺少自信心 所以你覺得讓客戶增加髮量 他會增加他的信心 他會對他的生活 生活會更歡樂一點 很好啊 因為我有一些朋友 他們也是有脫髮的見像 他們就是會少 因為這個關係 然後我就覺得 我的怎麼會感覺 這個回答倒是我真的 很少聽到 我還蠻喜歡的 很厲害 很厲害 他會再讓你有信心這方面去講 我覺得很好 是很符合我們的想法 很厲害 你這麼小怎麼會這種想法 很厲害 你是有準備的 應該說我 還是有GPG 先看一下 很好 其實很重要 就是說 我們也是希望假髮 就是如果你來上班 那我們得益假髮裡面 我們所強調的幸福企業 就是客戶幸福 客戶幸福的話 同仁上班才會快樂 那才會回饋給公司 才會好的東西 這個三角 鐵三角 如果客戶在使用產品 不幸福 不快樂 市場未來會回來 argue的話 那我們就成不了幸福企業 所以剛剛講這點說 讓使用者有信心 然後恢復 那很好 這個點是對的 好 這不錯耶 厲害 厲害 然後再請問你一下 在現場 現場 現場我舉個例子說 現場我們在髮型師 在現場 你可能客人 客人進來的時候 在服務的過程裡面 假設一個小時 洗髮解髮一個小時 這一個小時裡面可能 可能你不大需要跟他溝通 他可能在看手機 或是看雜誌 你可能只要注意把他的髮型做好 然後一個小時過後 你讓他出門之前 給他看後照鏡 看他的髮型 他覺得很滿意 他出去以後就會回來找你 對不對 對 對 現場是這樣子 那如果在 你如果進來 尤其在得意假髮裡面的話 我們是會讓客戶 在進來這一個小時 前三分鐘 就會讓客戶 覺得你是懂他的 就是你 他會喜歡跟你講話 所以我們在講話 就是溝通這方面 跟現場是有點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 你必須喜歡跟客戶溝通 喜歡做銷售 那才比較好做這個產業 因為你如果前進來的話 剛進來跟客戶溝通 客戶覺得你不了解他的話 你後面這個世代過程裡面 客戶心裡不舒服 他就不容易消費 所以前提下是 你要喜歡做銷售 這可能跟技術上 有點不一樣 所以那你認為你對銷售這一塊 的耐心跟熱情 沒問題嗎 沒問題的 怎麼說 因為這個畢竟都還是要經驗累積的 那每一個行業 它對於銷售的方式 跟概念都不一樣 那剛剛執行長也說到說 有教育訓練的話 那這一塊應該也是會有 包含在內 有潛到深的一些溝通的教育 如果 我再稍微問你一下 現場的想法一下 如果說有一個客戶 你剛設計一個很好的髮型 你要沉浸你到我的想法 不能只是隨口回一下 如果你設計一個髮型 你花了很多時間設計髮型 你染燙得很漂亮 那你覺得它很適合這位進來的客戶 你就這樣很自然的想 如果說他剛剛你戴上去 你很自滿 這個髮型比較你戴上去 他覺得不好看 也不喜歡 那你會怎麼回應他 你就很自然講就好 沒關係 其實你的想法會怎麼回應他 我的話 我是會先問他說 他是不喜歡的點大概在哪個位置 那我們去幫 就是再去幫他做一些調整 對 那如果說真的這個髮型 真的完全不喜歡的話 那我們就另外再換一個 換一個他比較喜歡的 那我也幫他盡量調整 和適合他的一些髮型 好 你第二個是重點有達到了 第一個重點 對 因為世代髮型不喜歡就是不喜歡 對 不喜歡就是換就好了 你會從客人的臉上看得到 客人如果開心 笑了就是喜歡 對 不喜歡就不喜歡 所以我們就換就好了 因為他並不是像沙龍一樣 我要溝通完 不然等一下剪完就來不及了 那世代髮型是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完了 因為像我們 可能你戴腳髮 比如說你去戴一個耳環 或是戴一個眼鏡等等 你戴上去不喜歡 你一定想要快點拿掉 或是穿試穿衣服 不喜歡你一定想拿掉 換掉你不會想要再多看一下 道理是一樣 所以這種心態 我覺得你還不錯 你也可以掌握到 那個重點 這剛剛 跟剛剛預備的不一樣 因為剛剛預備的我已經忘了 我說自己在臨場的講 不錯不錯 那個講得很好 好第三個重點 你為什麼會從事美髮 然後你對頭髮的感情如何 對頭髮這個產品的感情如何 你為什麼從事美髮 然後你對頭髮這個感情如何 我不想感覺感情如何 感情 我知道 因為我從小就是喜歡看那種 美髮院在幫人家做造型的那個過程 那洗髮跟剪髮那個其實還好 那我反而是喜歡看到做編髮 把一些保頭髮直直的 然後變成卷的 就是編一些 山谷編 還是一些什麼 麻花卷一些特別的造型 那編起來就覺得特別漂亮 跟原本的人就是換了一個人的感覺 對 那說跟他的感情的話呢 是 應該要怎麼講呢 沒關係 你就在你摸頭髮 摸這麼久的過程裡面 因為我真的發覺到很多美髮師 當事物之後 我都覺得他不是很愛頭髮 我發覺到這一點 我真的發覺到這一點 我真的發覺到這一點 因為我就是從小就我 隔壁姐姐就當美髮師傅 我畢竟就跟他一起學 然後糊裡糊塗就當了師傅 很多這樣子很奇怪 我發覺到很多這樣子 比例還是很高的 所以我要問你這個問題 是讓你想一下 你在這幾年你在摸頭髮的過程 你對他的感情如何 你可以講出你隨心想法就好 嗯 就是如果摸到他的髮質 比較粗糙的話 我就會一直想要幫他去 你就會哭是不是 你說不會到哭來 這是會比較稍微 有點小難過 為什麼沒有幫他顧好 對其實齁 我剛剛講的感覺是 很多產品他不是用看的 也不是用 科技再厲害也透不過我們 對頭髮感情那個心思 對一個心思 比如說 我們剛剛有談到說 一個客戶之後戴上頭髮之後 他好不好看 其實你要去感受他好不好看 他的臉型 他的動作就會告訴你 因為他戴得好看 那整個動作是不一樣的 不好看就不一樣 所以這是對於絲絲髮情 就是頭髮他有 他這個生命力是給予我們 他會表現出來 他給予我們回饋 那我們才有辦法去再去深造他 如何做更好的產品 這樣給客戶 可能一般銷售腳髮店不會這樣care 但我們得益腳髮是在乎的 就是我們最在乎 頭髮 頭髮是怎麼樣透過頭髮 把感情傳遞進去 然後讓客戶感受到這份溫情 所以我們才可以做 順利的去做幸福企業這個方向 因為 客戶要在頭髮裡面找到幸福 那我們才能夠 同仁才能夠福利很好 因為客戶才會回饋給同仁 投給給公司 這是相對性的 他是一個買賣沒錯 但 實在在做的時代沒有想到買賣這個事情 實在透過這個事情 然後這些利潤就自動回饋過來 所以我們在銷售的上面 其實我們強調就是據死已告 這個頭髮等級 如何用 回家你可以碰到什麼問題 我們都要據死已告 讓客戶很了解 因為 你如果沒有講話 你靠你的 講話的技巧去 把那個謊原掉的話 客戶還是會回來找你的 我們是要處理的 所以讓客戶信賴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剛剛講的是說 重點是說 如果對頭髮有感情 他很在乎那些細節的人 他就會用很詳細的心態 然後打從心裡面 去把這個事情表達給客戶 然後客戶就會感謝我們 然後我們會感謝客戶給我們的支持 這樣就可以很長久的做下去 就是等於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思考 那妳身上還有上班嗎 目前是在家顧小孩 在家顧小孩 要上班嗎 想問執行長的那個 來上班吧 去快到 到多到 很棒喔 優秀喔 好的 非常感謝執行長 也謝謝蜜亞 謝謝 真的是一個非常真實的一個 但我剛剛有兩個想法 一個是如果我們在面試的時候 這個來面試的人 他帶了假髮來面試 我就有沒有加分 造型 我 他會 他愛漂亮會造型 他會讓我心裡有一個想法 但至於會不會加分 還是要看他的 我比較在乎他本人的本質 然後剛剛執行長講一個很重點就是 銷售這件事情 我個人覺得就是 因為會走進來的 假髮的 會有一點需求 所以呢 你在銷售上面 推的方面 比較沒那麼困難 但是如果今天 執行長你要超過18家店的時候 我覺得就不再只是這個課程 你要變成是要增加你的需求 你要增加需求 所以這個人 他本來 他可能頭髮很茂密了 但是他從來沒想過要變化他的造型 但如果要再增加他的需求的話 就是告訴他說你可能要 他可能沒有想到的 比方說他都在上班 但是他沒有發現他一直長期的染髮 他可能開始掉髮了 對 或是髮質受損了 對 那他可能也沒有想過說 我要去照顧我的頭髮這個部分 所以你如果勾起他新的需求的話 我覺得可以針對在銷售方面 會更加的方便 更容易一點 對 所以針對這一點就是 其實我們在 他銷售 所謂的銷售有很多資資結結 對 是 如果在每個產品 我剛剛講過產品有很多種 他適合不同的場合 不同的個性 對 所以我們在只要 把每個產品用到最深 所以我剛剛說沒有對感情 用感情的意思 你對他用最深的感情的話 你會了解他是最屬於 哪一種人需要的 所以那些東西自然就會散化出去 他是需要型的 他是去Party的 他是去吊髮型的 他是化療型的 他是不同的客群 我們因為對產品很熟悉 所以我們就會賦予他 他就適合哪一種人需要 自然而然就出來了 所以核心價值還是在產品 透過產品跟客戶溝通 透過產品 然後行銷 這個話數就可以減少 對 就終究讓客人 讓產品說話 對 終究讓客人感覺到這個產品我喜歡 對 要很喜愛他抱著他睡覺 對 擁有自己身體的一部分 很多客戶對假髮感情是超乎我想像 就超乎我想像 所以我後續 我為什麼把維修這個事情看得很重要 因為 也就是說你覺得這個頭髮 舊了不要維修 一般業績不想維修 我會維修 問題當然因為我感受到客人 對假髮的感情 可能真的頭髮我問了三年 我想要維修他 他不跟你講 他知道一說要 可能我們認證 這個頭髮已經太舊 不能維修了 但客戶堅持要維修 那 真的假髮對他有感情 對 沒錯 沒關係你發修 那你放在家裡面當機 對 他不是消費問題 再做一頂 對他再做 那一頂就是因為他可能跟他 比如說跟他小孩 長時間的陪伴 或是跟他先生或是怎麼樣 他有一段記憶存在 他想要留下來 其實也是透過客戶給我們的回饋 所以我們才會知道很多很多的故事 可能是你假髮陪伴他老公癌症的那段時間 對 一樣都有 都很多故事 很多故事 就算他改嫁 他也是要把自己假髮帶過去 所以剛剛主持人講得很好 就是說我們幫他這種事情處理好之後 他會再消費 因為他本身就需要消費 所以不要因為要讓客戶買青頭髮 而來否定他的舊產品 所以這個是 不要否定客人 對 這是對傳品感情的很重要一個因素 好的 那我們今天要進入抽獎環節之前 我們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講 真的是很重要 我需要一張立場 之前呢 我們先請他進來 沒錯 我們一個神秘嘉賓 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設計方面的一個組長 對不對 沒錯 KIKI 技術組長 小姐小姐 但為什麼要請KIKI進來呢 因為他比較美 不是 哈哈哈哈 KIKI KIKI KIKI老師也進來得益大概 十七八年了吧 喔 他以前也是在滿度的設計師 然後他進來 然後我們再給予他 把你的專長帶過來 對 沒錯 今天跟大家一講一件事情就是啊 您先請 您先請 是是是 對 可以公開了 可以公開了 好啦我今天其實 戴的假髮 你們有發現嗎 他跟我的頭髮非常非常的像 很自然 對 對 而且你知道戴了之後呢 我的那個髮量變多之外呢 我就不會調碼頭 然後再加上 他現在幫我拿下來 來給他看 還好我剛剛沒有一氣之下 這樣抓你的頭 抓不下來 抓不下來的 抓不下來的 因為其實啊 年紀越來越大 那個髮量會開始稀疏 然後開始頭髮都會有些空洞 所以我剛剛其實在我們這個直播之前 一帶上去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天啊 我就回到了我 我就回到了我15年前啊 你本人有點調髮 你本人有點調髮 怎麼辦 怎麼會這樣 馬上又老了10歲啊 對 我這樣子我講我50歲 你也相信對不對 沒有 不相信 我不相信 這60 快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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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現在網友截圖 可以獲得 快救他 好再來一個 剛剛那個有得以獎法的小編講了 說呢 母親節的時候 他們還獲得了紅包 對不對 哦 這也是員工福利嗎 對 母親節是給 除了員工 因為我們母親節做一些 做一些活動嘛 然後活動大家都做得很辛苦 然後我們除了通能獎金之外呢 媽媽會另外有一份獎金 因為媽媽的知識 媽媽的知識嘛 大家才可以安心工作嘛 真的 所以我們會另外發一個媽媽的 對 我這個髮學是寒風 是寒風 好蓬鬆喔 是寒風的感覺 真的好蓬鬆 好棒喔 因為我們自己的頭髮 再厲害的造型是 都做不出這個效果啦 對不對 這個真的是要靠 靠他們才有辦法 那我們想問一下 所以在選假髮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 繡一圈 繞一圈 這樣還好轉一圈 對對對 真的很自然 好 繞一圈再好 韓國發展了 真的很自然耶 真的很自然 你看這個角度多好看 沒錯 那你等一下就一直這樣 那就一直這樣子 一直這樣子 但是你們知道嗎 其實仲威 他也是假髮的 來來來來來 換我了換我了 我真心覺得你這樣比較好看怎麼辦 你可以不要回常髮 我覺得你短髮 或者是你大波浪可能 有流汗 天啊我這個也好 大波浪可能也蠻好 快點救我 我覺得你如果大波浪可能也蠻好 不會啦 還是很好看 欸你的大波浪要來了 不是很自然 エル莎要來了 公主要來了 我覺得這個抗體裝 這個一定非常適合你 你就適合大波浪啊 哇 對就把他臉蓋住 欸欸 欸你看你的型就出來了 真的 欸完全是不同 專業主播出來啦 韓團 是不是 沒有我覺得這是 對 這是韓團耶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要不要組一個什麼 取一個韓國 剛剛怎麼沒有先想 很好看啦 很好看啊 你本來那到底什麼頭髮啊 對 對啊 對啊 欸天啊 這樣好了 還是我們來16噸 他也不會掉 那您先請 有點辛苦 欸真的耶 是不是 來 天啊 好自然 你愛上這柄了 等一下 你愛上這柄了 來來來來來 你愛上他的對不對 對 我喜歡這個 哈哈哈 欸這太好看了啦 欸但是我們要跟大家講一下 怎麼這麼自然啊 對 實際面就是假髮回去之後啊 我們要怎麼保存跟清洗 這很重要 怎麼保養他 對 我要他跟著我一輩子 哈哈哈 而且老師你今天的 等一下你今天的穿著 顏色 有搭是不是 對啊 其實 買茶色耶 對 像 客戶買完頭髮呢 一定會很在意如何保護他 其實我們透過這樣的產品 像每一種產品的 保養洗髮精啊 保養精華液啊 還有甚至到梳子 還有 製髮架啊 製髮箱啊 我們都設計好 哦你們都有 對 就不用再擔心了 其實 對待精緻假髮的心態 要比對待自己頭皮還要嚴格 哦 對 對對 因為它是我們心愛產品 所以梳子呢 不要去刮傷它 然後什麼樣的梳子 屬這個頭髮的紋理 會是最漂亮 所以都要去注意 千萬不要用四周的洗髮 一般的洗髮精來洗 對 你講到洗髮精 我們今年 像我們今年就上個月剛完成 我們 41年多 剛完成這個洗髮精 第一個 最假髮洗得好 之外 我們還符合的就是 這些ESG的概念 就是水啊 不會傷皮膚啊 然後流下水 好重要 不會污染地球 連洗髮都ESG 我們也做出來了 對 它不是對你的髮質照顧到 它要照顧我們的環境 對地球也照顧到 對 這是把一些比較好的元素 融入到我們企業裡面 然後讓客戶 跟我們一起去做這個事情 對 那大概 比方說如果每天佩戴的話 大概多久要清洗一次 如果每天戴它 像台灣比較潮濕的 我建議大概每天戴大概 一個禮拜吧 一個禮拜再洗 一個禮拜再洗一次 太棒了 我覺得對女生來說很方便 不洗頭對不對 妳的頭還要洗 妳的頭還要洗 這是頭髮不一樣 妳的頭髮洗頭 最想妳不用去髮廊育葉時間了嗎 妳就自己洗一洗就可以 可以把裡面剃光 他再來把裡面剃光 對然後就直接再講 對 說到剃光我想問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真的是光頭 那我沒有辦法用假的 我要怎麼戴假髮 其實光頭有兩種戴法 一種就是說 我們這頭套戴下去 它就會有自然的鬆緊度 然後用來戴法 就是妳要更安全 我們還有專用的膠 就是透過科技的進步 這個膠也進步 它不會傷皮膚 然後黏度很好 這是大家最大的一個疑問 就是說你今天光頭 如果你戴上去 或是地中海凸的時候 用膠戴上去 或者是怕會過敏 再來就是怕不透氣的問題 其實這些都不用擔心 對 這個我們都想好 這個都想好 因為很怕說你戴一整天會悶 對不對 而且我們自己戴你會發現 它其實是有一個很舒服的鬆緊度在 所以其實你不會掉 你不會掉 但是你也不會覺得很緊 都不會 所以你試想如果像這樣 你要翻我們在裡面加一個暗扣 那就可以了 就完美了 剛剛前面有提到你跳舞啊 你要翻 都OK 上午家可以 上午家可以 對 你去坐遊艇然後吹海風都可以 你可以鐵拿尼浩啊 可以戴帽子嗎 可以戴帽子 你都在戴帽子嗎 像是有長臉戴帽子沒問題 戴帽子很好看的啊 就你想像戴帽子多好看 戴帽子也是一個造型 很好看 一定很好看 我現在完全沒有想要主持 我就是想要一直照鏡 你多講點 我有發現 對啊 這是很短的 真的是很短的 所以你看中海就感覺到 只要你髮型戴上去的時候 他們的動作也不一樣 他表情就不一樣對不對 情緒都不一樣了 那個靈魂就會出現了 你的靈魂回來了 沒錯 你剛剛早上早來的時候 都靈魂沒回來 你不只是韓牌 你剛剛從韓國回來 不是嗎 所以腳法是一個可以讓人 馬上改變新鮮的好產品 真的耶 好神奇啊 我們實際上發現 有些客戶他因為頭髮受損 或是因為掉髮 然後進來 尤其疫情過後很多 然後進來門市的時候 是有點憂鬱的 嗯 那其實我們 我們其實也不能講太多啦 那我們就透過髮型 讓他出去的時候就變很開心 對 然後一直不斷回頭 謝謝你謝謝你 然後很開心一下 那我們也很開心 我們就獲利嘛 我們就賺到不足音了 現在走進假髮店就是 跟你走進沙龍店一樣的感覺 對其實是 這概念都是這樣的 就是你進去做造型的 對 你出來就是煥然一新 而且有點不一樣 你剛剛講有點不一樣 就是沙龍進去你一定要花錢 現在得意的假髮 不一定要花錢 哦 不一定要花錢 先來諮詢 可以先 也許意算高一點 但你可以先體驗 你體驗得很喜歡之後 你再考慮要不要消費 所以如果你在你們家的附近 找到了得意假髮 對 可以先跟他們預約一下時間 沒錯 這樣更方便 然後到約定的時間 然後到現場去 做一些體驗跟諮詢 對 一定可以找到一點你適合的 他們幫你專門設計 對 適合你的一個style 感覺 對 一定會讓你帶得很開心 那消不消費在於客人自己的想法 對 讓大家很開心 讓大家很滿意 這是我們比較重要的責任 OK 沒錯 好的 那我們就要頂著我們的新髮型來抽獎 是不是 對 好我們現在來進行抽獎 有個好手機啊 對 剛才一開始有跟大家提 今天幫我們填問卷 對 就可以抽1000塊錢的全家受商禮卷 問卷在哪裡呢 在置頂的留言 如果還來不及填呢 現在講快點繼續 我們再給大家一分鐘時間 對 因為其實題目非常少 就是30秒之內 動不動手指 馬上就可以填完 而且可以到門市世代體驗 現場有網美牆可以拍照打卡 對 我現在就想要拍照 等一下再拍 沒有 我們現在給大家一點時間填問卷 對 大家填完了嗎 你就會有資格 可以抽1000塊的超商禮卷 沒錯 我們抽出兩名喔 好 那截止線出現囉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 進行我們今天的第一位得獎者的抽獎囉 來準備好了嗎 3 2 1 來 恭喜 來看一下我們的1000元得獎者 張軒響 電話末三碼是506 新北市新莊區 從事專案管理 恭喜 緊接著來抽出第二位 來 3 2 2 第二位是我們的料圈秀 電話後三碼是429 台中市西屯區 畢業於雲科大財經系 2個千元超商禮卷都抽出來了 我們千元超商禮卷已經送出囉 接下來 大獎的倒數要來了 沒錯 剛才前面有跟大家提到 我們有很多3C產品要抽獎 來 何鋒這邊示範幫我們再來review一次 好的 所有獎項有哪些 善行大家的記憶 我們的獎品呢 有G2000的男女成套的西套裝 AirPods第三代 AirPods Pro第二代 Watch SE 還有我們的iPad Air第五代 iPhone15代 還有我們的MacBook Air 13寸 就是全部這些都要送給到大家 哇 我們要來抽出 當然我們就先從我們的G2000 我身上這一件 沒有來就是 你可以到現場去 然後去做一個挑選 挑選自己喜歡的關係 對 適合的 是 好 那我們就請執行長 還有Kiki好了 我們要來按一下我們的抽獎牛喔 對 先幫我們把手放在這裡 然後321一起按下去 好 來 準備喔 那準備囉 來 3 2 1 彭圈銘 電話莫三馬009 新竹縣竹北市 任職電信通訊 通訊機械器材相關資深副理 恭喜你 恭喜你 恭喜你可以去換西裝了好嗎 沒錯 一上班可能也需要穿西裝 恭喜恭喜 再來就是AirPods第三代 我們看看得獎的是誰呢 3 2 1 喔 不是我按的 OK OK 黃炫耀 電話莫三馬八二九 系指區 不好意思 就讀國立台灣示範大學 基電工程學系 恭喜 好 緊接著就是AirPods Pro第二代 來看看得獎者是誰呢 來 3 2 1 劉圈銘 電話莫三馬八四三 高雄市鳳山區 畢業員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機械 機械 瓦片頓大學 恭喜 恭喜你回國囉 送你一個禮物這樣子 好 來 接下來再來抽出是Watch對不對 對 來看看得獎者是誰 到學SE 好 來 3 2 1 恭喜 iPhone iPhone要來囉 iPhone iPhone 來看看iPhone15被誰拿走 來 3 2 1 恭喜 洪全軍 電話莫三馬 657 花蓮市任職 投資理財 證券期貨 基金營業員 恭喜你 恭喜 洪全軍 花蓮加油喔 第一次收拆戶加油 對好 最後 最後大獎 大獎 我們要看大獎是被誰拿走 來 3 2 1 恭喜最大獎 林圈圈 527的電話莫三馬 台中市南區 台灣科技大學 應用科技研究所 恭喜你 恭喜 好 記得記得 對我們現在所有的獎項 都已經抽出了 那麼也提醒大家喔 記得在24小時之內 明天中午之前 對要回到我們的活動網站上面 然後跟我們的小編回傳你的資料喔 這樣你才能把我們的大獎帶回家 是的 那我最後再來確認一下我們的得獎者 恭喜彭全民 手機墨三馬009 來自新竹竹北市的人 獲得了G2000男女成套套裝 還有AirPods第三代 恭喜黃圈佑 手機墨三馬829 來自新北系直區 AirPods Pro第二代 劉全城 手機墨三馬843 高雄鳳山區的朋友 還有Watch SE 恭喜獅全民 手機墨三馬955 高雄靈雅區 還有iPad Air 5 劉全翰 手機墨三馬929 台南安南區 iPhone 15 紅圈均 手機墨三馬657 來自花蓮 最後我們的大獎 MacBook Air 13 恭喜林全軒 手機墨三馬527 來自台中市南區 恭喜 恭喜大家 節目的最後我們要請執行長 來跟我們提點一下 如果對著一家有興趣的 這個設計師的部分呢 我們有沒有什麼在面試 所要注意的事情呢 剛剛執行長講了很多點 大家如果回去看直播回放也可以 我們最後再跟大家做一個總整理 喔 你是來得意面試嗎 對 這是面試 就來得意是不是 來面試 為什麼要注意的呢 我覺得在 尤其像新鮮人來服務業 第一個要讓 除了專業之外 除了專業之外 要讓 讓人感覺到 你是很有熱情的 一個熱情的心 一個不要有很流氣的感覺 就熱情的心 然後對事情有很正面的理解能力 就看事情很正面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核心 很有價值的一個元素 對 你只要錄取人就有機會可以去出國旅行喔 沒錯 而且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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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缺是什麼呢 哇 就是我們的美髮設計師呢 對 就是這個 我們請Kiki來跟我們講一下 因為以後這個錄取之後會成為你的 你要訓練的人對不對 對 Kiki老師要訓練的人 Kiki要不要講一下 就是你需要什麼樣子的人才呢 有一些背景對不對 那幫你講 好 其實這個 就 就在 現在已經在 沙龍裡面當設計師 對 我想最少有一年以上經驗的 那 年齡不限 你如果有熱情 然後希望 能夠在跨界學到一個技術 然後 然後希望穩定的工作 然後希望可以每天看到 每天跟客戶 剛剛那個應徵起來 跟客戶增加信心的人 然後歡迎你來應徵 也歡迎你進來得益加法 對 如果你像一個設計師 有想要增加收入 好福利 進入幸福企業 真的 幸福企業在這裡 歡迎大家報名 沒錯 好的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Kiki 也非常感謝周志祥 來到我們現場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告一段落了 好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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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